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们在9月11号开始的那个周末 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2015年国际华人的幸福特会 也是我们教会的20年期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仆人祭司的训练 这个仆人祭司的训练结束以后 就是什么特会呢 临到周末时的圣灵的沉满的特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过去这一个月的这个经历里面呢 所以我们的这个特会的中心是什么 就是这个心腹祭司的特会 包括这个典礼和这个团训 那么呢 它有两个特会夹着这个中心 是什么 两个圣灵宠王的特会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来思想 这个特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季节 也让我们对这个新的所灵的季节呢 就是要有所了解 这个 我自己理解呢 这两个圣灵的一个特会 是代表这个喜宴的恩港 代表这个喜宴的恩港 这个喜宴的恩港里面 我们要来建造什么呢 就是要来建造新富和这个即时的这个国度 新富的这个军队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特会的安排 其实这些特会的日期安排 都不是我们预先确定的 你如果看我们的这个 将会2015年的这个安排表 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呢 就是9月11号 因为我们预先就问了 我们的所谓的父亲赵母士赵宝 就说你在9月份哪一天有空 哪一个周末有空 因为9月份是我们的29月期 这是我不知道的 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 只知道9月份是我们的29月期 其他的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长的赵宝说你在9月份哪一个周末有空 他就说只有10号 他定了这一天他想推掉 但是我们长得到没让他推掉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 而且是由招报 因为他在这一天 能够在温哥华就是来确定的 后来他也是要专程回到温哥华 一天以后又要离开才来满足 其他的特会呢都不是我们预定的 其他的各位都不是我们预定的 所以呢 包括赵牧师的圣灵更新特会 他也是本来那个时间是到欧洲 已经排满了日程 我们已经是不能请到他了 四月份我们请到他了 那是入线安排的 八月份他已经没有空 因为他已经在欧洲的那个时间 已经停满了 但是神有办法 神让他的师母在例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这个肚脉血管堵散 他要安排这个手术 他就取消了这个欧洲的这个服饰 所以才有空到八月底 来带领我们的平行特会 至于领导周末时呢 我们想要把警察来参加 我们都是这个季 他没有时间 他唯一有时间的是 他在接下来的这一周 他要去这个 纪录金牌中心警察 所以呢 他在那个周末是有时间 所以 而且也是很厚 到了很厚 就是才跟我们联络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些的特会的安排 这一些的奖元 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计划 都是神在这里为我们安排 他这样子的安排 我们直到这个安排里面 我们去体会神的心意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已经进到了 这一个新的所谓的季节 而且我们要 根据我在二十年 交了二十年的这个经历呢 从来没有这个密集的特会 一个月 三个特会加上一周的训练 一个月之内 三个月之内 三个特会 加上一整整一周的这个密集训练 这个是 这个这样子的密集是从来 二十年里面从来没有过的 神就在这一个月里面 给我们这样子的特会 所以目的就是带我们进到这个新的季节 带我们进到这个新的季节 所以我们就要感受到 我们确实进到了一个新的所谓的季节里面 当然 当我们清楚了这一点以后 我们要问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怎么回应 你知道吗 这个这是我们要思想的 所以呢 在这个新的所谓的季节 是一个喜年的季节 所以呢 根据这个约恶书 根据约恶书 其实也根据这个 我们也听了这个Mai Biko 他对约恶书的解释 实际上我们自己对约恶书呢 其实还不是完全能理解 但是呢 这个Mai Biko 特别在加勾书的二十十年期 六月份举行的 这二十十年期当中 特别的强调 约恶书第二章 就是代表 这个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 和教会引有的回应 都在约恶书第二章 所以我们过去几个月的时候 在约恶书第二章来回应的 所以约恶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在这个新的所谓的季节 将会有两类的事情 是会发生的 同时发生的 就是一类的事情呢 就是经济的危机和自然的灾祸 自然的灾祸 经济的危机 我们要期待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这个经济的灾祸 和自然的灾祸 会越来越降重 我们也祷告求神 就是我们也是 神也是 邀请我们教会来祷告 就是不要让这些经济的危机 和自然的灾祸 太提早的就是进入到那个大灾祸的时候 这是神也要我们来教会来祷告的 因为这个大灾祸的时候 还要过一段时间 并不是在这个现在 但是这个整个的世界会朝着那个大灾祸的方向发展 但是神也不希望这一个世界的发展 就是说超过了神的时间表 所以呢 但是我们可以预期这个世界整个经济 整个政治整个自然的环境 都会朝着这个大灾祸的方向发展 所以呢 也就是一个方面 另一类的事情呢 我们也是在期待 根据约二书 就是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 会有圣灵的大教官和教会的复兴 就是它有这两类的事情同时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所要注重的 首先是这个邪能高 就是圣灵的教官和教会的复兴 这是我们首先要预备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忽略 这个经济的危机和这个自然的灾难 这一些物质方面的预备 我们也是需要的 但是我们的重点还不是放在那个方面 因为这几年神给教会的使命 还是要预备 首先要做好属灵的预备 要建造教会成为这个 一个合适心意的教会 按照新约圣经的蓝图来建造的教会 是一个成熟的心腹 我们就是要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盼望来领受 迎接这个喜业的能高 圣灵的道教官和教会的复兴 这是我们所要预备的 这也是我们过去这两个多月 我们一直着重在这方面的预备 以后呢 我们可能也要做一点物质方面的预备 那是神他会开启我们 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预备啊 神会一步一步开启我们 但是目前神要我们把重心放在 属灵的预备方面 迎接喜业的能高 迎接圣灵的道教官 迎接教会的复兴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 就是喜业的能高 所以呢 我们要来了解一点 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喜业的教导 所以呢 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喜业的能高 我们不是非常的熟悉 这是今年我们才开始留意到 这个喜业的能高 所以呢 我们需要来了解 这个圣经对于这个喜业的一些教导 一些基本的教导 在去年底的时候 姚牧师 我记得他讲过一篇 就关于安心年和喜业的道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首先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节期日历 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并不只是犹太人这个民族 它使用了这样一个年历 使用这样一些节期 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年历 和这个节期 是关系到神的时间量 是关系到神的 对人类的整个寄救 的这个计划 所以呢 它是完全人类的 所以这个圣经的年历和节期呢 它首先呢 是从神的创造来的 我们读圣经第一章 创世记 我们就看到神是几天创造 六天完成这个创造 那么呢 第七年呢 就 他就进入安息的里面 因此呢 神根据他的创造 他第七年进入安息 他就设立第七年呢 为圣日 就是安息的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 神要每过七天 就有一天是个休息 就有这个七天 就是进入安息的这样的一个 日明的这个日曆 所以呢 这一个事情呢 把它扩张到更大的单位 就是每隔六年呢 就有一个安息日 这个在安息日的时候呢 就是神让 是为了要让人 能够得到休息 六天做工 七天需要休息 神非常照顾到人 一个生性的状态 所以你工作七天 不仅身体劳累了 你的灵和魂 可能也需要得到休息 所以呢 他安排这个六天 有一天的休息 另外呢 他也要有一天 专专专专的来封闭为圣 来敬拜神 所以呢 神就设定了这个 每七天的一个安息日 那么呢 每七年呢 就有一个安息年 这个安息年呢 就是 他不仅是让人 要得到休息 这个安息年 主要是让土地 得到休息 其实人要休息 不需要休息一年 他休息一年 他休息一年 他休息个月就差不多了 他休息一年 这个太多了一点 他为人要休息一年呢 他主要是让土地 也要得到休息 你不能让土地 停地出场出场 这个土地 会出问题的 所以呢 他就是 这个每七年 就是有一个安息年 他就让这个土地 得到休息 然后 连续七个七年呢 他就设立了一个喜年 这个喜年 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设立喜年呢 这个喜年 神社的喜年 不仅是要让土地 得到休息 其实安息年 就可以让土地 得到休息了 为什么还要教你个喜年呢 哦 原来 这个喜年 它就正叫内容 喜年跟安息年 又正叫内容 喜年里面 要护免战 就是人亲战 他如果五十年 都防不清 你就护免了 你知道 你要防防防 但是防到五十年 你还防不清 就护免了 过了这个五十年呢 那你就不太欠战了 你看见没有 神呢 他让人 是非主 他的这个精神呢 就是非主 而且呢 有时候 古代的时候 还有奴隶 这个有些人 他破产了 他就把自己 卖神为奴隶 那么呢 这个奴隶 也不要一辈子做奴隶 神也不希望人 一辈子做奴隶 因此当这个喜年的时候呢 比如做奴隶 过到了喜年 他不要一生都做奴隶 他当碰到喜年的时候 要释放奴隶 你就成为自己自由人了 你看这个神 让我们有一个重新开始 让他恢复 恢复 所以这个喜年 这个喜年 是为了恢复 这个一个 其实 安息日 安息年 和喜年 都是为了恢复 只是呢 不同层面的恢复 不等层面的恢复 安息日 它是一个什么 身体的恢复 身心灵的恢复 这个安息年 土地的恢复 这个喜年呢 就是它要在债务 经济 这个政治 身体 物质各方面都恢复 所以它有这个 有这个喜年 但这个喜年呢 当然 这些结起 还具有更深的 这个属灵的意义 其实 安息日 喜年 安息年和喜年 它都指向一个 更深的目标 就是神创造人类 那个永恒 终极的心意 祂就是要 就是 要跟人同住 神要找到一个 安息之所 祂要永远地 住在人的当中 其实祂最终 祂只向这样一个目的 因此呢 圣经里面就设立了 这一些的日历 和这个 结起 那么呢 如果神的子民 自觉地遵守 那么呢 他们就会得想祝福 封调与训 这个身体健康 人际关系要和睦 跟神的关系要和睦 那就是说 大蒙祝福 各方面的蒙祝福 但是呢 如果人不遵守 其实以色列人很少认守 后面战路 他也不后面 他死不得后面呢 他要释放奴隶 他也不释放 其实以色列 救命里面去读 犯罪 就是 他根本不遵守这些 后面战路 他也不肯释 后面这个奴隶 他也不肯释放 确实是 人是要犯这个罪 那么他犯这个罪的话 就破坏了跟神的关系 如果严重的话 神就会来承受 而且这个外办人 他其实也符合这个规律 如果你按照圣经上去做 你就得祝福 如果你不按照圣经上去做 你过度的 就是 偷资人的体力 那就会怎么样 顾老实 顾老实啊 你老是不休息 脚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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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顾老实啊 你这个土地 你也是过度的使用 他这个土地 他就不会接触粮食 不会接触果实来了 而且呢 那么城市呢 城市也是一样的 城市 如果你不按神的 那个原则 非福 那么呢 神也会造成 所以呢 在经济学界 有一个规律 叫做七年之年 这个是经济学 这个是学校发现的 我们回顾一下 确实 你看 七年之前 是2008年 啊 他有一个经济危机 震荡 在2001年 有一个 911事件 发生震荡 再回去 1994年 再回去 87年 你看到那些经济学校 他利手 每过去年 就有一个经济的震荡 亚洲危机 你的危机 你要去美国校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神插手 到了西年 神要插手 让这个一个 重新洗盘 经济重新分配 当然 这个不是 人 就是说 征受 要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不过是 强行的来 恢复 所以呢 我在 上周 礼拜四 我听到一个 台湾的原住民 跟我们来分享 他说 台湾有个原住民 他在过去几年呢 他就学到这个 他们信了祝福 就学到 这一个 这个关于安息年和喜年的这个真理 他们呢 就会认证地嘲战 他们就非常认证 这个原住民可爱 他们听到这个真理 醒到主 他们就什么 首先就认罪悔改 他们认罪悔改 他们认罪悔改什么呢 他们认罪悔改 他们太贪婪了 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规则办事 他们祝福规定他们 这个美母 叫多少化肥 就可以产生 接多的粮食 多的果子 叫到多少的荣耀 他们就是说 三倍 三倍的化肥 三倍的荣耀 他们现在 嘿 你们现在限制我 这么一点点化肥 我要三倍 可以接三倍的这个 粮食和果实 而荣耀 你给我倒这么一厂荣耀 还有很多荣耀 我倒三倍的荣耀 那不就把荣耀的荣耀 全部荣耀 吗 结果 他们这样子做 到这种情况 他们的土地 已经不生产平安死了 而且他们生产出来的荣耀 都是有毒的 他们回来 他们在生命里面 回来 然后求神赦免他们 然后他们叫什么 真正的实行者呢 安息力 整个不再去生产 然后呢 他们 而且呢 就是有基督徒的三人 帮助他们 不用化肥 也不用荣耀 他们全部使用有机的 这个肥料 和有机 用这个 不是用这个荣耀 去灭准 他们采取这种方式 结果呢 他们使用安息力 结果 哇 整个的土地恢复 他们现在的这个 有机的粮食 有机的果树 不仅是产量被增 而且旧阿格也被增 为什么 他们这个是有机的 有机的食品 而且他们的产量被增 他们这个交格也被增 哦 他们就真的不服了 这就是 真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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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洗年 和真理 所以我们 都是作为这个 祭司 都要学习的 这个祭司 就是要来管自己的教 祭司要来管 这个社会 管这个 各个的领域 包括这个自然界 都要来管的 所以这个祭司 是神在全体的代量 所以我们要学习 这些圣经的这个真理 好 这个是一些 铺垫 那么呢 这是圣经里面 关于这个一些 喜年的真理 我们 今天 我们的主题呢 是这个 喜年的恩告 这个喜年的恩告 这一个真理 是神 要在我们当中释放出来 来预备我们 来进到这个喜年里面 领受这个喜年的恩告 所以我要今天呢 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讲 这个喜年的恩告 在那个 在你们的那个肝要上面是五个要点 但是我后来发现 就是说五个要点太多了 吸收不了 所以我就讲前面三个要点 讲前面三个要点 集中在前面三个要点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首先 要了解这个喜年的恩告 就是说 需要知道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喜年跟主耶稣 两次降临到这个地上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 这个重点呢 是不好的先知带给我们的 我们以前呢 也不重视喜年 就更不知道 这个喜年跟耶稣 两次来到这个地上 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 在今年五月份呢 八卜先知 他就跟我们 来 来到我们当中 他就 把这一项真理给我们开启 这个喜年 跟主耶稣 两次 降临到这个地上呢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八卜先知 他强调的 一个重点 就是说 主耶稣第一次 来到地上的时候 是在一个喜年的 对接下来 而且呢 是在第十个喜年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地上 所以他传言的福音呢 跟这个喜年的恩告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节经文 是在这个大义里书 大义里书 这个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这个大义里书 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这个一个经文是很重要的 它非常重要的原因呢 就在于 它不仅是新旧别的经文 而且是新约所引证的 而且是被耶稣基督引用的 就是说 这一个经文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 而且呢 这一个经文 是光复神 对整个人类的计划 不只是个人 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计划 所以这个经文 对于了解 神对整个人类的计划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 在读这个经文之间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来运行 主啊 把你的这个话语 把里面的意思 向我们来解开 主啊 让我们能够明白 主啊 你的话语的意思 主啊 使我们能够 跟你的意思 和时间表 跟你的旨意 来对齐 好 让我们能够尽到你的命令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堂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判译理书9章25节到26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当然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重建 重新建造耶路上 直到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七十六个七 六十六个七 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上连接拜好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六个七 那受高者 必被解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 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 从没 必有征转 一直到底 方两个事 已经定了 这个两节经文 它里面讲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有一个日期呢 就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上连 直到寿高军的时候 这里的寿高军呢 就是这个米赛亚 这个米赛亚是希伯来文 关于受高者的这个音 这个音音 叫做米赛亚 它的意思就是受高者 英文就是Christ 中文呢就是基督 就是这样连起来的 所以呢 它就是光复基耶 米赛亚的语言 关于耶稣基督的语言 圣经里面 旧别里面大部分的语言 是关于米赛亚的语言 米赛亚的这个语言 所以呢 这个米赛亚的时候 米赛亚的时候 就是说米赛亚出生 到米赛亚离世 米赛亚的时候 就是到离世 他出现在地上的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算起呢 他是从这个重新建造耶路上连 开始算起 那么呢就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耶路上连成为 这个一个以色列的首都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从大卫开始 大卫他是建立这个 以色列国 他是成为这个第一任的国王 但是他前面有个赛亡 但是赛亡并没有建成的首都 是大卫选择耶路上连 是这个时候 以色列的首都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中国大约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武王 那个时候 三千年前 就是大卫选择 跟周文王 周武王 那个时候是差不多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一个大卫 他把耶路上连成为首都 选为首都 然后呢 他的儿子建造这个圣殿 第一个圣殿 他的儿子所罗门 建造的第一个圣殿 但是呢 这个以色列人 从所罗门开始呢 他就背离了神 想来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就是这个所罗门 太聪明了 他做了完以后呢 他希望跟周围的这个国家 都保持有好的关系 他怎么样保持有好的关系呢 他就去招聘各个流行 民国的这个公主 来取他为了灰兵 所以他取了几百个灰兵 跟大小的国家 都结合了一个好的关系 但是他政治座 就没有想到 就是带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他的这些灰兵呢 都是办偶像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各国的偶像 都带到以色列来了 结果呢 这个以色列 就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 就是说破坏 你知道 旧约 在西兰上 神 耶和华神 跟以色列的约 是一个昏约 结果 这个偶像就相当于有着外遇 你还不只是一个外遇 几百个外遇 你想一看 耶和华神他怎么能受得了 所以就读圣经 神气得不得了 所以你们是淫妇 就要让他们和华去找一个淫妇 就去跟医生的人讲 这个神就是说完全破坏了这个预约 所以呢 神的愤怒不断地指 派先知来指责他们 他们都不听 所以最后 就是说 有很多假先知 神说 没有 不会有问题 耶和华神是无所不能的 哪一个国家的军队能够胜过耶和华神呢 他说 不会有问题 我们耶路上不会拜 圣殿也不会毁 那是假先知 这个真先知呢 就说 你还不悔改 这个城市就会被灭了 这个圣殿就会被拆了 这些人愿意听宗先知 还愿意听小贾先生 国王和人民都愿意听小贾先生 宗先知受各种的苦 要么就受破坏 现在也是一样 所以呢 人们都愿意听好消息 问题是这个好消息是真的是假的 如果灾难要来了 你还办个好消息 比如说股市 就会崩盘了 如果你说 不会崩盘 还会涨 你买买买 把你的继续 继续偷买了 这个马上要崩溃的股票 这是好消息 这个是 这是帮助你 如果人家说 股票会崩盘了 你赶快抽回来 你听了 一抽回来 股票 全部垮掉了 这个是不是帮助你 但是非常可惜 人都愿意听好消息 一讲到不好的消息 都不想听 在这个 旧月的时候就是这样 但是 果然 在五百八十六年 公元前 巴比伦王 攻破了耶路撒 把圣殿全部残毁 人民把它杀掉 金鱼都把它鲁大和巴比伦 然后神运去 七十年后回归 所以七十年以后 就有部分的 以色列们回归 但是圣殿还没有建造 成家里没有 所以神又派耶利 派以色列 回来 又还地出力 说重建耶路撒冷 以色列建国以前 重建圣殿 所以呢 这个时候开始 从耶路撒冷 重建建 开始 那么呢 他就是说 到这个寿高群的出现 他说有七个七和六十个七 七个七和六十个七 它是按年来算 那么就是六十九个七 六十九个七是多少年呢 就是四百九十年减七年 四百八十三年 四百八十三年有多少个喜年啊 喜年是五十年一个 那么九个喜年四百五十年 四百五十年以后 四百五十年以后 四百八十三减四百五十 三十三 你算一算是不是 第九个喜年以后 第十个喜年 就是米赛兰之 米赛兰的时候 三十三年 耶稣在地上说到什么 三十三年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 是光复 这个 米赛兰第一次来到地上 他是在第四个喜年的时候 来到这个地上 过了 这个七个七 再叫六十二个七 以后 十五五十五十九 被解除 耶稣就定了十四十九 然后呢 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呢 接下来 就会 以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 和圣处 这就是主后七十年 这个提督将军 罗马的提督将军 公布了耶稣 耶稣 再一次毁灭身边 你看 这个 当一离书 是主前六百多年 他就预言了 完全 一定在耶稣基督身上 也一定在犹太人 以色列人的身上 所以 巴布他就说 耶稣第一次来到 这个地上 是在第十个信念的时候 就是这样算起来 根据单一离书 九章 二十五 减到二十六七 好 所以呢 这一个 巴布呢 他也强调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今年的这个喜年呢 就是耶稣要回来的 最后一个喜年 在不久前 就是巴布在九月份来 我们这边之前 他发给我们一个邮件 这个邮件呢 就是说 讲到另外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呢 是一个犹太的著名的拉皮 法德预言 这个犹太的著名的拉皮 叫做 尤道 兵沙摩尔 他是住在德国 是一个非常 像一个层高生乱的 一个这个圣经学者 当然是旧的圣经学者 他呢 就是说 是在一二一七年离世的 在他离世之前呢 他发了一系列的 这些预言 这些预言 都存在图书网里面 图书网里面 图书网里面 这些预言可以查到的 在图书网里面 这些预言 他发了 他第一个预言是什么呢 他说 在我离世以后 将会由土耳其奥特曼人 来攻残耶路上 而且他占领耶路上人 要保四百年 然后他就被退房 他就死去这个预言 这是他做的第一个预言 然后呢 历史怎么发生的呢 历史发生就是说 他死后三百年 这个他的预言一年了 他没有讲什么时候 他说我死后 将会有 土耳其奥特曼人 来占领耶路上人 四百年 他就死去了 这是他的第一个预言 结果历史呢 是他死后三百年 就是一五一七年 你查历史就是 这个土耳其奥特曼人 就真的占领耶路上人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不是事后讲的 他的那个预言 是在一二一七年发出来的 而且他就死掉了 三百年后 他的预言一年了 土耳其奥特曼人 占领耶路上人 而且古兰 占领了四百年 在什么时候 1917年 这一个 他死去到这个 他死去到这个 耶路上人 他的第一个预言一年了 这个犹太拉比 的第二个预言呢 就是说 当耶路上人 被这个奥特曼 土耳其人 占领四百年之后 他要 拾去耶路上人 在第九个预言当中 这个耶路上人 无人同志 这是他第二个预言 但是 进到第十个预言的时候 耶路上人 要重新回到 以色列的手中 这是第三个预言 这人不要记得 他是在一二一七年 发了预言 预言以后他就死了 这个预言封整的档案里 可以查证的 这不是人可以编造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 1967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六日战争 这个六日战争的结果呢 耶路上人重新回到 以色列的手中 然后他有第四个预言 他说 在第十个预言结束的时候 就引进了阿弥赛亚回来的这个 结果 那么第十个预言 是什么时候结束啊 2017和2018 2017到2018 那个就是巴布斯他所预言的 说幸福运动在2018年要广东 幸福运动在2018年要广东 的意思是说 这个大财产就要领导 那时候就能够再推动幸福运动 没有这个环境嘛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日期的物品核 那么意思就是说 耶稣他第二次再来 也是在过了这个 第十个预言的时候 他会再回来 耶稣是在第十个预言的时候呢 第一次来到世上 然后呢 在另外一个 第十个预言过后呢 他要第二次回到这个世上 这就是巴布斯所说的 我们这一个预言 是最后的一个预言 是耶稣在来之前 最后的一个预言 所以我想这些 只是让我们真教 对这个预言的认识 我们看到 预言跟耶稣 两次来到地上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方面 就是这个预言的恩高 跟圣灵的大交换 我们来看这个约有主 第二章 我们讲到 约有树 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约有树 我说约有树 告诉我们 在这一个 我们所进入的这个 属灵的季节里面 这个新的季节里面呢 将会有两类的事发生 一类的自然灾害 经济的危机 另外一类的 圣灵的大交换 敲毁复兴 那么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后一个方面 约有树第二章 这个二十毛节的三十二节 这个经文呢 也是很重要 它为什么很重要呢 第一 它是救援里面的这个月 是先知约有树 第二呢 在新约里面 引证了 就是因验了 这个经文 而且是在彼得 引印了这个经文 十多新约 第二章里面 引印了这个经文 而且呢 这个经文跟我们 陷阱有一切的关系 跟我们有陷阱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非常看重 这样的一些经文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个 约二书的第二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 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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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罗女要说欲言 你们的网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交换我的人和血力 在天上和地下 不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有烟覆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以前 大大时候 凡求告绝王的 就里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耶路撒冷 必有陶土的人 在圣下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所造的 我们就看到 这一个预言 在五旬节的时候 就是应验了 在五旬节的时候 那一天应验了 所以 这一个应验的时候 它讲到一些增长 发现到这些事情发生了 会有什么增长 三十一节里面 讲到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就是它的增长 所以我们就想到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五十天以后圣经讲 这个应验 所以五十天之前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那时候有什么发生 日死 这个遍地都黑暗 当然没有记忆的记载 日月月死 但是我们就知道 有这些天下 而我们呢 知道这个经文 在跟我们这个末世 有关系 有两个理由 第一呢 就是 这个 这些仙子的预言呢 都跟米赛瑶 都是叫做米赛瑶的预言 跟米赛瑶有密切的关系 而米赛瑶呢 有两次来到地上 所以它要应验两次 所以就是圣经里面的重大预言 都要应验两次 为什么 这些预言 只要是米赛瑶的预言 而米赛瑶是两次来到地上 所以它要应验两次 所以那么呢 同样的 这个 云耳书 它第二章在五旬节应验 在五旬节应验 而且我们呢 就看到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了末世 这是第一章 最后一个喜 第二 我们也看到 也发生了这些天线 在过去的两年的里面 四次月死 在今年三月份 是日死 日死是日头变为黑暗 月死是月亮变为雪 今天晚上七年万中 就可以观察到月亮变为雪 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意思 是现在我们才知道 哦 原来这个是跟天线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现在 就是 约瑶书 他要 再次应验的时候 这一个应验呢 就是叫做什么 圣灵的大交换 每一个圣灵有分的 老年人 要做医务 上年人 要看医生 这个 神的儿女呢 要属于女 每一个人都有分 哈哈 每一个人都有分 所以 这个 每一个人要预备啊 要领受这个喜能高 但是呢 我们要都不知道 如果你不信 这一些 不会自动的运到你的身上 除非是特别健全的 但是呢 一般不会 因为圣灵呢 是非常昂贵的 在神的行为当中 就是 他的教质观 跟我们的教质观不同 人的教质观呢 是根据我们的 物质的需要啊 然后到精神的需要啊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 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 来排列这个教质 对吧 但是神不是什么的 是从永恒的观念 看这个教质 所以在神的眼中 我们看的最宝贵的东西 神并不是很看中 但是神看中间的东西 就是什么 他的灵 是特别看中他的灵 你知道吗 他的灵 如果在你的身上 打一个印记 那表示什么 前来你就得永生了 接下来上天堂的时候 他就是根据 不是完全根据 你收洗我 收洗真 给这个天使 不是 用圣灵的印记 圣灵是神特别宝贵的 这个 所以呢 他要赐给求的 他说要赐给神的儿女 你没有信耶稣 他不会赐给你 那只有洗给你 圣灵还是赐给耶稣基督的儿女 前行耶稣基督的 然后呢 还要求的 神要赐给求祂的人 赐给求祂的儿女 所以呢 不是儿女 他不会赐给他 而且呢 他还要赐给那些 求祂的儿女 所以我们 要用口目 就会得到这个 洗面的恩导 这是我们要 特别留意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洗面的恩导 第三点 就是 这个洗面的恩导 跟天国的福音 有一个理解的关系 我们要来看 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洗面的恩导 跟这个天国的福音 有一切的关系 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洗面的恩导 跟天国的福音 这个关系 我要再次重复一下 我的那个见证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还要重复 因为这个 这个见证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见证 就是 我在两个多月 以前呢 有一天早上 我 就是 起来 就很早起来 就有感动 要到这个书教上面去找一本书 这是什么书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要到书教堂上 所以我就 起来以后呢 就走到那个书教的 一个最底的 一个角落的 最底的 那一层书教 那个书教呢 是被烧法 就是挡住的 所以我把那个烧法拿开 就蹬在那个地上 就看那一排的那个书 结果有一本书 马上就进到我的眼睛 一亮 就是我那段时间一直找都没找到 找片都没找到 那本书是什么呢 《尼塔坚舍》 就是美国的一个犹太籍的基督徒先知 他写了一本书 他写了一本书 在2008年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 叫做麦吉西德新千年的祭祀之分 这本书 所以呢 所以你就看到 这个省市市民尼塔坚舍 最新传建这个麦吉西德等次的祭祀之分的信息 发布呢 是15年以后才开始零售这个信息 《尼塔坚舍》是2000年开始零售 2008年就写了这个书 而巴布对于麦吉西德等次的祭祀之分 是2015年 他是零售到的 所以当时呢 巴布跟尼塔坚舍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尼塔坚舍域》他说不久 就会兴起麦吉西德等次的祭祀之分 这是尼塔坚舍 巴布呢 就是实际的有一个启度的典礼 把应验尼塔的月 他们有这两个关系 所以呢 我打开那本书 一打开 刚刚读了 没有几页 我就看到一个见证 那个见证就抓住了 那个见证就是说 你打这个深度的脑纲里面 他问耶稣 他说 主啊 什么是你心中最忧伤的事 耶稣很快地回到他 他说我心中最忧伤的事 就是我的教会 一次经 一直都没有进入到 以福所书 4章11节到13节 所描写的那个所名的成书 这是最忧伤的事 神心中最忧伤的事 我看到这个很感动 这个就出使我 为什么很感动呢 我就看到太多的教会 都在热心 很多太多的牧者 都在努力地 就是为生的 付出代教的建造教会 但是很少想到 什么是河水星的教会 我们付出各样代教 甚至一生的代教 建造的都是 使耶稣最伤心的教会 我们建造的 不是他最喜恶的教会 不是要让他的心意 建造的教会 这不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非常感动 就是 哎呦 你信念了 你信念了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就是一直在实现 我就是一直在实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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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是吗 可以 好 那个 我就说 要宠于无心的思想 什么样的教会 才是河水星的教会 带来耶稣最大的喜乐的教会 我现在知道 就是 所以 得到这个结果呢 就是这个 我上次的聊天宵 所分享的 建造河水星的教会 就是 立约的家庭 修复的军队和祭祀的格度 这样的教会 就是主要来迎娶的教会 就是荣耀的教会 是圣经没有瑕疵的教会 是祂要来迎娶的教会 然后 立了 杰卓又问了耶稣 第二个问题 祂说 主啊 什么是你心中最喜乐的事情 耶稣立刻回来 祂说 我心中最喜乐的事情 就是 用喜年的恩高 是以赛亚书61章 所描写的喜年的恩高 来浇灌我的末世的教会 这是他心中最喜乐的事情 所以 那个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说 哇 神心中最喜乐的事情 是以赛亚书61章 所描写的喜年的恩高 所以我来交办祂的教会 所以我就非常开始看重这个喜年的恩高 非常注意去留意这个喜年的恩高 所以呢 我就 这个 我们就来 我就开始第一次听到这个喜年的恩高 这一个词 而且 是用以赛亚书61章所定义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以赛亚书61章 一到二集 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61章一到二集 它是对喜的恩高的定义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喜的我们学到有先知 但是先知并不是讲出一些全新的很奇怪的 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这个新的大朗 先知是把圣经里已经写出来的 起誓的那些把经文把它重新的解释出来 就是如果没有先知 我们读这些经文不知道什么意思 错过才懂的意思 而先知呢 就是把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个起誓 向他们开启 所以呢 和谁协议的教会 是由以赛亚书4章11节到13节定义的 这个先的恩高 是由以赛亚书61章定义的 所以你就看到 先知跟圣经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们不是不要圣经 而是要圣经的这个先知 结合我们对圣经的了解 就会尽到什么启示的程度 就不是传统人云而落 或也云而云 而传统呢 其实也是当时代的先知把它启示出来 但是过了几百年了 就变成祖父 其实我们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先知 把这个神对这个时代的这个心意 透过圣经来说话 所以呢 这个里面 就是有一个概念 叫做神的话 和圣经的关系 我们通常呢 通常一般的就讲了 圣经就是神话 这是我们俗习 但是在讲其实不是很严格的 因为严格的讲呢 圣经是神话 包括它的作为 作为就是body language 作为也是有意义的 神话语的记录 这个是严格的讲 那么神的话呢 是神正在对你说的话 是神的声音 是神正在对你说的 这叫什么 所以呢 圣经 圣经 并不是直接等于什么话 圣经 是神话语的记录 圣经 神话语的记录 是对当事人说的 他怎么现在对你来说呢 对现在的教会来说话呢 就需要圣灵 需要先知 需要圣灵的开启 就把圣经变成了 现在对你说的话 你看见没有 我们既没有 情是圣灵 但是也没有排斥 圣灵和先知 你明白这个关系了吧 所以呢 同样的 这个预言 它怎么应验呢 它什么时候应验在你的身上呢 这是需要先知 这是需要圣灵来开启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以赛教师 六十一章一到二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应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好消息给亲辈的人 差遣我一号三星的人 报告被掳的德斯帕 被囚的出煎熬 报告耶和华的恩典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好 这个里面有个重要词 就是福音 传福音 我要告诉你 这个词福音和传福音 是我们所信的 福音和传福音 但是这个词 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 就是在这里 所以第一次出现的词 就是钉钉 所以你要了解福音 是我们叫福音 是我们叫传福音 是我们叫传福音 你要到圣经最早出现这个词的地方去找到的定义 这个所以呢 这个就是定义福音的 而且呢 他是耶稣自己传教的福音 叫做天国的福音 他这里面 讲到这个受告者 主的灵国的身上 耶和华用高 就是讲到谁稿子 就是讲到米赛亚 你知道吗 米赛亚树高的干什么呢 传福音 传天国的福音 什么叫天国的福音呢 他这里就有定义 就是米赛亚所定义的 这个经文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跟前面 我们语音的经文是一样的 它是旧约新智所预言的 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 再来一次的引用 而且是由使徒和主耶稣自己来引用 而且表明他应验在耶稣的经文身上 所以呢 我们来看路教福音 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路教福音 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来到罗斯特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让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你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测我报告 被我们得得失望 他消灭我们得看见 叫他受夭制的得自由 报道神 悦到人的洗眠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一世 就住校 为他们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为他们说 今天这个经 因念在你身上 谢谢 众人都成长他 并吸其他口子所出的恩言 要说 这不是约死的 不是吗 感谢主 这一段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哪一节 感谢主 这一段的经文 最重要的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二十一节 今天这经 因念在你身上 为什么这一节经文是最重要的呢 因为 他 不只是 很看重 某一个旧约的预言 也不是 对某一个旧约的预言 特别的有量 而是说 这些经文 现在 就印念在 你们身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句话 比这个 经文本身 给这个经文本身 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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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重要的信息 是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没有的 他增加了什么信息呢 增加了第一 他增加了 耶稣就是那个受考者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只是说 会有一个受考者出现 但耶稣讲 今天这经就印念在你们身上 就是表示什么 耶稣 他就是那个受考者 你知道吗 而且呢 他传的这样一个福音呢 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所预言的这样的一个福音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经文 它是印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 耶稣 这个就是喜悦恩高 耶稣基督 他所 他身上的这个恩高 就是喜悦恩高 我们讲到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在这个喜悦的背景消灭 第一次来到地上 然后呢 他也是在 这一个 带着这个喜悦的恩高 进入这个事奉 而且呢 我们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那里讲到 这个耶和华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但是在这个路教四章 这个十九节吧 十八节 是乐道人的喜悦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恩年就是喜悦 恩年就是喜悦 喜悦就是仁年 你明白吗 这个 有一个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来记得 就是发现很有意思的 就是 有一节教会 就是用 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第一节 作为教会的名字 第二节作为他牧师的名字 是哪一个教会 是香港的六一一一年年堂 香港的六一一年年堂 是现在香港发展最快的教会 他的这个教会的名字 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 这个牧师的名字呢 赛亚书六十一章 就是第二节 我上次还是记得 他用了第一节 我很可惜 他漏掉了第二节 后来我就知道他自己的名字 就用了第二节 所以 这个喜严的恩高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从这里来的 就是圣灵的恩高 这个喜严的恩高 是干什么呢 我们领受这个喜严的恩高 有什么目的呢 有什么使命呢 就是要来传讲天国的福音 这个喜严的恩高 跟天国的福音有密切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知道 喜严的恩高 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会有各种的经历 刚才我们讲的 在约翼神经里面讲的 就是老年人要做一梦 少年人要看一线 神的恩要所愿 就是各种的这个 会有各种的经历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使命的 这个经历是有使命的 这个使命是什么 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 那个五旬节的时候 他们领受了这个喜严的恩高 就是圣灵的恩高 而且呢 他们领受了以后呢 他们就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 那个里面讲的使徒 他传的福音都使徒行传 跟耶稣传的福音是一样的 就是领导中故事 所讲的福音 大能的福音 不只是一个message 而就是有能力 医病赶鬼 圣灵充满 他有能力 他不光是捡这个信息 他是要捡信息 悔感 认识的罪 更生和好 成为神的儿子 这个就天国 这个message是一样的 好 这叫做传福音 嘛 但是 他这个福音是带有能力的 一定敢为圣灵出口浇灌 好 连那个西门看了就羡慕 所以 这个 这样的这个 喜严的恩高 跟天国的福音 跟天国的福音 是联在一起的 所以 我们 今天 进到喜严 要领受喜严的恩高 我们一方面 我们一方面要渴慕那些经历 被圣灵充满的经历 而且 我们不要忘记了 这样的经历 喜严的恩高 是跟死命连在一起的 就是要传起来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跟我们所讲的个人得救的福音 是一个什么关系 就是天国的福音跟个人得救的福音 就是同一个福音 就是同一个福音 个人得救 只是天国的福音的一部分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 我们过去 比较 教会造成家 个人得救的福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因为五百年前 我们都恢复了 一线成义 成逃了以后五百年 教会都是讲个人得救的福音 这个不是错的 这个是很宽 很重要的核心 是这个福音的一个核心 个人得救嘛 罪得受免嘛 跟神和好嘛 成为神的儿子 这个一心成义 真是个人得救的福音 但是 我们要知道 耶稣所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 使徒 你去看使徒形状 传讲的福音 也是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包含了个人得救 但是天国的福音 不只是限于个人得救 天国的福音 包括医病 港轨 圣灵充满 天国的福音 包括这个神的儿子 要成为心服的军队 成为祭祀的活动 不仅是个人跟神恢复关系 是教训跟神恢复关系 是社区跟神恢复关系 要使国教跟神恢复关系 还要使全地都恢复到神创造的完美 要使整个创造成为神的居所 这些是天国的福音 这就是天国来到这个地上 如同在天上 天国的福音 不是个人的灵魂死了以后到天上去 天国的福音是神的国 见到这个全地 神的旨意运行在全地 包括各种神秘 教庭 社区 教会 整个全地 包括自然界 各个领域 如同在天上 天人合一 天来到地上 这叫天国的福音 所以这一个天国的福音 要怎样才可以完全实现呢 就要透过立约的家庭 新富的军队 祭祀的国度 预备教会 然后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迎娶我们 就可以完全实现 我们就要跟祂一同做王 就要全面地恢复 实现这个天国的福音 所以天国的福音是更大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要冷密的 所以在这个喜严的时代 我们要迎接圣灵的道教会 和这个教会的福音 所以我们要传奖的是什么 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需要领受喜严的能够 才能够传奖天国的福音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这个喜严的能够 那么你讲的讲去 都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所以就只能够讲个人得救的福音 但是你像领导中文师 他就可以讲天国的福音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身上带有圣灵的能够 喜严的能够 但是他作为喜严的能够呢 他这个是叫做什么 先复 他是先复 他是这个领受喜严的能够 的先复 先复的意思就是说 他 神就是前一群了 就是他就领着 当大家都没有领受这个喜严的能够的时候 他就在这些特别就领受喜严的能够 就像先复的先复一样 但我们都没有领受典礼 你会听说领受典礼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幸福了 这就是幸福 所以这个领导中文师 就是领受这个喜严的能够的幸福 但是我们 就是 神的和你这样可目的 都可以领受到这个喜严的能够 你知道吗 我们也就是 都可以来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要预备 要传讲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是什么 信主也得救 信主也得救 这个小野的都看见 瘸腿的什么 洗来行走 这个死人要复活 那个被掳的要得释放 要领受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交换 你知道吗 你的福音 就是说天国降临的时候 不仅是有个人得救 而且有病的医治 这个人被救的得释放 圣灵的交换 都是随着天国降临所带来的 这就是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要期待 有圣灵的交换 有圣灵的交换 血能高 主要 越来越多的 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而且呢 我们要明白 我们不仅是要 有这些经历 我们还要来 传讲天国的福音 这是我们的使命 如果你受了这样的经历 但是你不去传天国的福音 不去实行这个使命 有没有人来 我告诉你 二十世纪的灵人家会很多 就是这样停止的 他被使命交换 他不去传福音 天国的福音 他就在那里享受 他重庭享受 一百天他在那里天天享受 他不出不去 结果呢 就停止了 就停止了 很多的教会 第二代就没了 所以我们 不仅要 领受这个人 不仅要得到这些经历 我们还要 祝福 执行这个使命 传讲天国的福音 就会带来什么 教会的福音 所以 让我们 每一个都 怀着一个期盼的心 来领受 这喜悦能够 是我们来迎接 教会的大福音 让我们低头祷告 祝福 感谢赞养 Hallelujah 祝福 你心中最喜悦的事情 就是要用这个喜悦能够 把以赞养 六十一章 是我们要说的喜悦能够 来浇灌 你的末世的教会 喔主啊 我们 渴望 对 领受这样子的浇灌 喔主啊 加添我们的渴慕 喔主啊 在这位 崇祯堂 的弟兄姐妹 喔 从领袖到会中 他们都把这样的科目 交定在他们的里面 喔主啊 让喜悦能够 充满这个教会 充满每一个教体 充满每一个人 喔主啊 让我们能够 喔主啊 得着这圣灵的能力 去传讲天国的福音 迎接这个教会的告示心 把遗积的荣耗都各位